哎呦 這是白色情人節加冰仔 哇 閃閃閃 哇 哎呦 夏穎杰在白色情人節這天 終於公開認愛小兩歲的男友囉 14號他們和小優蒲心慧 一起出席公益活動 回想起在一起的契機 差點就要鬧分手了 那時候呢 因為他陪我去動軟 他要寫那個緊急聯絡人 那時候想說 好吧 好像是時候了 然後我就 我就寫了他的名字 然後我就 把那個東西 Line給他說 剛剛護士問我說你是誰 我說你是我男朋友 然後他問我說什麼意思 然後我心裡想說 這樣我就是答應你了嗎 因為我之前會跟你半開玩笑 所以不要在一起 其實你都是開玩笑 我太認真了 不是 一場誤會是不是 不要再記者面前吵架吧 那一天演唱會的時候 好多人送花欄給我 反正我就趕快把謝卡 什麼都搶救回來 花牌啦 結果你知道嗎 他跟我說 他就傳了訊息給我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在做E-mail 我沒辦法看 他說這個還要嗎 他就把那些謝卡拍給我 我說這個還要嗎 我說我還沒回嘛 他就說我丟掉囉 我就跟他說 請問那個看起來像垃圾嗎 他說不像 我看到你為什麼要丟掉 可是他很感人的是 他竟然去追垃圾車 撿回那些謝卡 所以他們的那個愛情是從垃圾場撿回來了 雖然認愛大會 後來慘遍抱怨大會 不過蔡允潔還是要幫男友說句話 他其實蠻可憐的 因為我身體很不好 所以我們不是那個很 平凡做那件事情的情侶 因為他就是真的不行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這件事有多難 因為小的在家是不穿越 他 你在家也過於性感 對 可是他要有點冷著 因為我 所以他要冷著才很累 對 我也要考驗看看 他對我是不是只是露體 不是心靈 不知道該說什麼 好他就是這樣 怕講錯話 哈哈哈哈 好